好,请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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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请放掌 今天我们要探究的就是说 我们上一个礼拜 已经探究过 什么称为业种 而且这个自然这两个字 尤其是这个第一 你们看那个第二行 自然这两个字 其实这个自然这两个字 那后面 那他其实他只是定遭苦果 假如你只是看经文 你看经文的话 就是说 种种颠倒业种自然 那么有的人 要是依文解义 他胡乱的来 挫解佛意 甚至于来创改佛意的话 不怕落地 不怕有极大的一个罪过 就这样解释 一种是自自然 所谓的自然是怎么样 自然论 外道的自然论里面 是否定因果的 所以这个余世尊 在新建大坊上的开示 是互相大大违背的 他这个业果自然 你们在旁边 当然去经文 还有主持的诠释 绝对是不能去修改他 那加减几个字 为的是要贯穿 所以你们要注意 这个业种自然 你这个右下方旁边 你要写一个定召苦果 定召苦果 我告诉你们加这几个字 你不要在老师所加字上 再去运用你个人的心得 乱编乱串 然后用杂牌 帽牌一大堆 一有因缘 你就用文字像传出去 跟很多人结缘 不知道的人 连法师都在反应 连法师都在反应 好像老师听老师上课的阴神党 跟他们所接到的文字党 好像有的是大大不同 所以说老师已经尽可能的改变 会让这个篡改世尊的法 还有会篡改主持大德的法 甚至于会将老师给他的资料 怎么样 变成他心得的报告 老师已经尽可能避免了 这种因素老师已经尽可能来排除 所以这个也是为了要保护 我们在座所有的许许多多 我真正的修行者 真正修行者 你们的法生会命 说实在 老师是要负责任的 老师是要负责任的 我老人家尚且不敢篡改 是世尊所开示的先进大法 对不对 而且是如是我们这四个字 摆在我们大佛顶首人言经的 最上四个字 你要知道这个分量是何等的重 对不对 不要贪图 为了不择任何手段 反正我只要将这个法 只要有牵扯 比方说100个字当中 我只要写出四个字 跟佛顾有关 你不知道这个法是自己变出来 所以说你这个字一传出去 即使你此生此事 你舍报之后 你未来是出生在哪一道 这个是你自己在决定 你的因果会替你决定 对不对 只要在人世间 还有你的妄知妄见 你的心得报告 还在人世间流传 老师告诉你 你的因缘果报 都仍然丝毫 都是存在的 所以说不可能 不要忽略这一点 老师一讲再讲 但是有的人 还是心存侥幸 还是心存侥幸 老师跟你讲 不要到时候 不要到时候 买好没白色 这是很悲哀的事情 很悲哀的事情 老师也是讲 即使是摩罗 学谋 即使是学谋 下谋 他也有他出手的方式 他也他有出手的方式 你还谈不上什么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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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只不过是 枉梁痴媚的一个附身而已 你要千万要记住 你心不正 六道众生 甚至你的习气 你往昔手造 朱二叶 都会对你诸多干扰 不是别人来伤害你 而是你往昔伤害过无数的众生 往昔伤害过无数的众生 你伤害他们的法生会命 所以为什么在上课的时候 老师一定告诉你 你这个地方一定要加哪一个字 然后你整个义里贯穿起来 那就绝对 不会去更改 不会去并更到 这一些世尊所开示的这个经典 祖师大德 他们所遗传下来的 所遗传下来的这一些 我们所说的 讲世俗化的精益良言 那个是没有办法来形容 义里的奥妙 那这里那个祖师大德 他们的慈悲心 怜悯众生 这个愚痴之心 这个祖师大德 这个祖师大德 非常非常的为众生 尤其是末法实际众生 着想 所以说世尊常常在人眼睛里面 五十阴谋里面已经讲了 甚至于劝这些生文元爵 绝对不要想要提早如涅槃 不要想说你要提早涅槃 涅槃是本不生本不灭 那有的人说老师 对捏槃这两个字我完全不信的 没有什么捏槃 那你的意思是怎么样 只有一个捏字吗 或者是只有一个盘字 或者是你心中所说的 你是可以不入英国的 可是你回去要仔细检讨 你既然经文都敢改 那还有其他事情你不敢做的 是不是 还有哪些事情你不敢做 你做不到 对不对 是真的经文 开始的经文 你都敢动 对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好 我们先可能 我们必须要从154页 我们从第一段这样引过来 对不对 因为我们今天要探究的 除了三菩提跟三涅槃之外 到底这个菩提跟涅槃 他为什么有属于因 也有属于果的呢 有属于理 也有属于道呢 那这是如何来区分 好那这个地方我们要来讲 好 我们看第一行 154页 好 本来是无我 来祭我 这个我啊 我们世俗人讲我 其实我们在佛门里面 讲就是说 以贾罪四大合合而成的自身相 还有呢 再以六成圆匀的自身相 所以有自身相跟自心相 综合就成为一个我制 虚妄的我 本来无我 对不对 而祭我 那心外本无依法可得 非法主义 这个非法不是说做 做法 不是 这个非法就是说 心外本来无依法可得 但是他去借是 认为 心外有法可得 那他不晓得万法 宇宙万法 对不对 大字 佛刹 小字 颗粒为成 对不对 一捋一丝 对不对 都是唯心所限 都是以我们的真心 真性为体 因为宇宙万法是假象 随着原依他起性 而暂时虚妄的呈现 就是因为他虚妄不实 所以在假象上安利假明 对不对 那众生就是认为 心外有法可得 所以说心外本无依法可得 就是说非法就是 非有依法可得 但是却实记 心外法法皆可取 皆可有舍 皆可得 法也有施也有得 也有取也有舍 都是在这个取舍当中 下功夫 所以他这个烦恼不断 烦恼不断 我法恶子不断 所以说 与我法恶子当中 其种种的颠倒分别 只要你认为心外有法可得 那你这个颠倒分别 一定是逃不掉的 一定是逃不掉 那这个是属于祸 好 那这个是祸之道 那当然有祸 就会依祸而造业 而熏 熏成什么 熏成种子 注意这个种子是属于叶种子 有依祸造业 熏成叶种子 这个就是叶种 这个叶种就是 作为将来轮回之因 那当然 就会落下于 我们阿腊也是当中的 习气种子 这个就是属于叶道 好 那现在我们看 这个 第六行的这个经文 好 好 诸修行人 不得得成无上菩提 乃至别成声闻 圆觉 即成外道 诸天魔王 即魔眷属 这个魔眷属 就是魔子魔民魔孙的意思 好 这为什么这个地方 称为诸修行人 诸修行人 你看那个经文 不但不能够正得无上的菩提 乃至于呢 却修成了 声闻跟圆觉 甚至于更严重的成为一个 外道诸天魔王 好 那这一段 我们必须要了解的 就是说 为什么无上菩提 会与你无缘呢 你真心真心本来就具足啊 那为什么不能够正成无上菩提呢 好 那这个地方要看啊 好 我们看 好 道士第六行 这个地方有没有一个诸修行人 这四个字 好 然后呢 你再往左边推第四行 乃至于别臣 别臣就是另外修成 另外修成神闻圆觉 好 然后呢 以及成为外道 那这个 就是要翻到155页咯 你看155页的第二行 更有 更有 物之圣者 你看 而成外道 有看到这几句吗 好 那现在呢 我们慢慢来探究 是尊如何为我们来开示 好 诸修行人 是指什么 别子 别子 也就是另外特别指 以六是旺心 为阴地心 而错乱修行的 而错乱修行 这个就是说 将阴地心 他以为六是旺心 就是阴地心 攀岩六层境界的心 能够思维能够推论的 那个思维体 他把它当成是一个阴地心 所以说呢 而错乱修行 那凡夫呢 起祸 造业 轮回生死 这个要切分 起祸 造业 是不是有月宗旨 月宗旨接呢 接下来一月受报 那一定是怎么定召苦果 所以再轮回 然后再来起祸 再来造业 然后呢 再一月受报 再受轮回 所以成为轮回 生死不停 故事可怜 故事可怜 但是呢 重令 但是重令 有志要修行者呢 他也是果地会遭御取 为什么呢 因为可敏就是真的是可怜 值得怜悯 为什么 他有志修行 反而果地会遭御取 为什么呢 最主要他是错认 错认这个六是妄心 为真心 所以他将这个妄事心 当成是真来修行 所以这个是很可怕的 是很可怕的 而且呢 这个错乱修行之人 他不会觉得他有错 他也不会觉得呢 他呢 怎么样是颠倒了 为什么 因为习气 素世来的习气 他的起心动念 还有他的狂妄无知 累积起来 那就会变成 重令有志修行者 果 亦遭御取 就是说没有办法得到无上菩提的究竟果决 亦为可敏 值得怜悯 但是 果是由因所感召的 所以你因地心 若是以生命的心要注意 你在因地心 将这个生命心 当作是你的本修因 那你呢 以因地心的 这一个生命的心 就是所谓的攀缘心 六四妄心 你把它当作是真正的你的因地心来修行 如此呢 而求就是说你要欲求最究竟的佛圣的那个本不生 本不灭的那个果地觉啊 是无有是处的 是无有是处的 所以这个地方讲说 故曰不得成 就是说无法正成无上的菩提 啊 这个菩提 我们称为 就是觉到 啊 三圣皆有 啊 三圣皆有 神文曰就 菩萨圣 是小圣 中圣大圣 也可以这么说 啊 皆是有的 无上菩提 正等正觉 啊 唯有佛是无上 就是说最究竟啊 啊 无得比啊 啊 所以呢 菩提 就是究竟果觉之佛道 人家说菩提 你说 究竟的 格格 就是果觉的究竟格 究竟 但是你要正德啦 无上菩提 你首先一定要自立 你才有办法来立他 才有办法来立他 所以说呢 啊 在我们看啊 接下去 乃至于另外修成神文圆绝 那这个地方的乃至呢 啊 就是有超越菩萨 他这个地方呢 啊 这个超越菩萨 这个字呢 简 稍微简略啦 啊 他就直接 乃至另外修成神文圆绝 那这个地方呢 啊 油炎意思就是说 仍然 啊 还是在于诠释说 那非但 不能够正德无上的菩提哟 啊 因为他 因地心不正啊 啊 而也 傅 这个傅就是说 也一样的不能够得逞 使教的菩萨 有人说 老师上面有个的释教菩萨 释教的菩萨就是说 要能够清正 诸法必尽空 啊 那大家讲到 哦 这个要正到诸法不尽空 啊 以大家都不陌生的 那八地菩萨 正德无声法人 对不对 哦 他们都了知 心外本无一法可得 啊 啊 所以说呢 啊 而父 而也不能够正德 连那个使教菩萨 也没有办法来正德这个使教菩萨的这个果德 啊 所以说这个地方要注意 啊 不但不能够正德无上的菩提哟 啊 甚至于呢 连这个使教菩萨 这阶位他也没有办法达成 当然呢 我们以大圣来讲 尤其是法源里面 啊 他绝对不强调有阶位 因为法法皆心 对不对 法法都是一真法界 啊 法法皆真法法皆如 但是在于众生有习气 啊 有业力 有果报之下 啊 当他们呢 要精进取修之时 啊 啊 世尊全小方便 案例有五十五位 甚至于六十位 啊 啊 这个啊 殊胜的菩提皆位 这个就是说有个依据 就是有一个依据的意思 啊 所以说呢 啊 不但不能够正成无上的菩提 乃至于连这个十教菩萨啊 啊 的结位呢 啊 以清正诸法必尽空的这个十教菩萨的结位呢 也没有办法来证得 啊 所以呢 他乃至于他们会修成什么 修成声文圆诀 啊 声文圆诀 好了 现在呢 你们回到老师的提问哈 这个声文是修什么而成声文 对啦 啊 那这圆诀呢 对 万角 万角 啊 就是所谓的毕之佛啦 啊 圆诀 这个很好记嘛 圆就十二因缘 啊 有佛在世的时候 啊 对不对 有听世尊开释十二因缘法 那有的也是直接悟 啊 有 这一个宇宙万法的这个沉住法于空 啊 或者是说呢 啊 生住一面 悟 悟到什么 悟到法法都是原生原昧 好 那这个啊 也有个称为 啊 这个就是独觉 独角 独 单独的那个独 独觉 啊 因为他出生在无佛应识之时 啊 所以他要自悟 自己悟 但是他能悟出说 法 啊 原生原昧 这个也要有素质的根气啊 是不是 啊 所以说乃之别臣 僧文元诀 啊 啊 僧文元诀呢 啊 在前面已经诠释过了 啊 知晓圣也 啊 为什么啊 啊 啊 因为是文元诀啦 啊 啊 啊 对不对 啊 因为呢 他只是破我执 破我执 而正到我空之理 所以那个我执到我空之理 你可以把它圈起来 不要让他断层掉 你把它圈起来 你自己知道就好 所以说,上有个法子未断,法子未破 所以说,虽然另外修成身为圆绝 但是,有是属于什么 四个字念出来 小胜的结果是什么 小胜的结果是什么 是何等结尾 对,就是四国阿罗汉 数个以性价 出世,这边也讲出世的小胜 就是四国阿罗汉 因为,已断分断生死 四国阿罗汉是不受厚有 但是,你必须要等他这一个果报题 就是说,即使他此世证得阿罗汉果 但是,他这一个此世证得阿罗汉果的这个果报题 仍然是以术士的业力而来 所以说,他是怎么样 仍然必须要这个,怎么样 这个色身要随缘而舍报 但是,就是说不再受厚有 没有厚有之身 但是,这个地方有一个特别的例外 就是说,除非 除非,Divisus 数个阿罗汉 他怎么呢? 他自己要发愿 他要发愿 他要发愿 他发愿说 他还要到某一个因缘 某一个屈弱 再来修行 他这个又另当别论 这个是以愿力 不是业力 这个要非常清楚 但是,这个是也有小意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离分段省事了 不受后悠,当然是离分段省事 对不对? 也有小意 不至于会再堕落于六道之轮回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155页的第二行 更有物之圣者 你看看那个物 还有一个圣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迷失了众生本具的 正心,正心 而由心道外 就是说 而由心于非是正道之外 有啦 这个由心我告诉你 这个由心就是说 在他的我法二子当中 是非常 是非常 所谓的认为心外有法可得 而且 他们很崇拜这个外道的自然论 所以说由心于道外 这个由心可以讲说 自身相跟自心相 全部都是在非正道之外的一种修寻者 那俄层外道者 这个地方为什么特别讲到俄层外道呢 就是说因为比方说 我们现在就开始了 有几个几个种类 我们必须也要了知 就是说你生于无想的这个外道天 因为你修无想定 你修无想定 所以呢 一定会怎么样 生无想的外道天 你生这个无想定 无想定 那当然你的果报 未来是生在无想天 对不对 就是无想天的外道天 好 那么你报尽必遭堕欲之苦 这个无想天 这个外道天 这个修行者 五百大劫之后 仍然还要堕落于六道之轮回 但是在无想天 这一些外道修行者 他们要堕落于六道之前 他们都会有五衰向现前 五衰向现前 好来五衰向 大家绝对不陌生 好讲讲看五衰向当中 你了知了有几项 好 先从头开始讲起 没有关系 你讲出 其中能够讲出两个 一个也不简单啊 头 管局室说从花 花光会枯萎 接下来 眼睛会怎么样 那个就是顺目 顺目就是眼睛一眨一眨的 你当时有看到 十八十年 不可能啊 是不是 所以说 这个就是顺目 接下来 腰下会出汗 很好 接下来 不安宇宙 坐不住 因为已经起心动念了 接下来 再补充一个 这是什么 头顶的花光 是不是 眼睛顺目 对不对 还有呢 腰下出汗 不安宇宙 再来 好 那个 最后 在下课之前 你还可以跟老师说 老师我要做最后的补充 因为有衰向运动 有五种相 五种相 现在老师 现在老一种 你说 老师我想到了 很好 你看 还好 你可以再补充 老师会把你记在墙壁上 静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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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 或 或者是 也有修什么 修 有肉 戒之善 他有修善 但是他是属于有肉戒之善 还有什么 也有修这个 室无量心 来 现在換这条 无量心 室无量心 哪室无量啊 是不是 都已经说 慈无量 卑无量 喜无量 舍无量 室无量心 室无量心 室尖之禅定 只是因为什么呢 修有肉戒之善 以及 室无量心 室尖之禅定 只是因为什么 他 厌然而心静 在这个地方要注意 厌然 心静 厌有 躯空 这个老师现在不事先说明 你们假如真正有在心性上下功夫 好 厌然 这个是在指哪一戒 指哪一戒 也可以讲 也可以讲说 厌欲阶 对不对 厌欲阶 这个然而心净土 这个净土的话呢 就所谓无色戒 是无色戒 那么呢 在无色戒当中 假如说他还要再怎么样 还要再更精进 他认为呢 怎么样 厌有就是有这个色身 有这个色身仍然是一个障碍 所以他要厌有而驱什么空 而驱什么空 驱什么空啊 都没空吗 不是摇头 不然是什么空 驱什么 是空天的里面的什么 空无边触天 四无边触天 接下来 对 无所有触天 再来 飞 对啦 对啦 很好 很好 这表示说你有在精进 除了明相会背之外 而且你还会是连串一礼 但是要可以赞叹 所以说这个我们称为 未知与诸天 欲戒色戒 无色戒 尤其是这个四空天 要注意 好 那么呢 一旦 这 暴境 还来而善 入与诸区 这个就是仍然 还需要怎么样 暴境 就是果暴境 果暴境之后呢 他们呢 还是要善入与诸区 就是六区 仍然是不免 还要有六道的轮回 所以这个地方要注意 或 你看第二行有一个或 或有修 这个第三行的这个或是怎么样 是单索于什么 什么预境 对啦 五欲境 嗯 很好 五欲境是什么 哪五欲 对 彩色 什么 能够离开这五欲境的举手 让老师来赞叹你 对不 跟老师 我现在正在渐渐 好 很好 而脑害 要注意这个脑害 这两个字 而脑害正修行者 你单索于五欲境 而还会再去脑害正修行者 正性正义的修行者 那么你就称为摩罗 摩罗又称为杀者 杀价 注意哦 你这个杀者不能够跟那个比丘 那个杀贼 那个杀凡老杰 你不能够跟这两个 够好搞混 摩罗是称为杀者 为什么称为杀者 因为他会残害众生的法生会命 那比丘呢 这个杀贼是杀凡老贼 是不是 但是 所以你不要看到 看到这支杀者 就快 对不对 就搞错了 这个很可惜 他因为他能够 杀害众生的法生会命 也就是说 他会残害 残害众生的法生会命 所以你 这个摩罗 这个摩罗上品就是摩网 中品是什么 下品 中下品都是属于什么 都是属于摩网署 但是在这个地方要注意 其实啊 我们 尤其是修行者 这个廖居士 刚刚从 这个残期当中 刚刚圆满 今天来上课 他已经知道 那么我们的心魔都是自己制造 虽然有外界的干扰 但是你要动魔王 你要引动魔王来干扰你 那你也不是普通的这个修行者 知道没有 你不认识一些伪当欠缺 认识一些感冒 叫它大小的 你说 老师 我是不是有那种消息 我说什么消息 五十阴谋里面的 是不是 我说 如果你 目前为止魔王是 要不想要去降你 这样听我的意思吗 听我的意思吗 真正的魔王出手 他会动什么 他会去残害什么 世尊在菩提树下 要正成菩提果觉之时 有什么魔来干扰 什么魔 这个魔这么大的魔 你们没有记起来啊 对 push push 对不对 push 他没有办法来动世尊的能言大定 但是你push 曾经留下什么话 他曾经留下什么话 好 那你老师用比较世俗 大家都听得懂的意思说 就是说 世尊 您现在 人是注视 以你的得恨加倍众生 是不是 好 那他 动众生不得 那一旦世尊 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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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线捏盘的时候 他会由他的摩子摩米摩孙 穿世尊的袈裟 就是说 身为出家众 他身为出家众 他不能有法来破法世尊的法 那现在 末法十几已经不是这样咯 他有时候会视线什么 不视线什么 不管是在家众也好 是出家众也好 所以是外套 他只是穿着 一般深重之衣服 口粗 非法之法 他来认为 他就在欺瞒一般世俗的众生 让他们盲羞瞎恋 盲羞瞎恋 这个真是残害众生的法生毁命 你想要出生在人道 是多么的不容易 他既然已经出生在人道 而且他又有这个因缘 他这个福报 因缘都够了 你既然敢出手 来残害他的化生毁命 对不对 你想想看 你这个福报 你要怎么担 你要怎么担 你担得起吗 对不对 而且呢 而且呢 有的人 我们用世俗话 长得很浅显的 对不对 他还怎么样 他还认为 这个他可以造很大的功德力 所以呢 怎么样呢 他呢 尽其可能的 发表他的邪之邪见 对不对 那么呢 被残害的众生 无计其数 末法实际的境界 末法实际的境界 所以啊 老师很赞叹 你们素是修了的福报因缘 让我这个老人家 绝对不敢怠慢 而且呢 都是以世尊的心性大法 还有呢 我们这些主师大德 所诠释的这个毅力 那我师都不敢怠慢 老师用世尊的法 用主师大德所诠释这个毅力 来供养你们大家 你看你们福报多大 对不对 但是呢 因为有你们的因缘出现 也是让老师有一个精进的机会 是不是这样啊 所以老师也是要赞叹人 是 但是 其实老师也是很感恩大家 很感恩大家 不然你们听话 老师是要说我谁听呢 对不对 没有错 尽其空骗法界 这个佛菩萨 尤其是诸佛菩萨 他们都是依空而住啊 依空而住 你以为现在我们在上课的课坛 只有我们这一些人而已吗 不 你看在经文上面 你们常常会看 会看出说 世尊如雨禅定中 禅定中中 在解说什么样的法义 你说呢 这个诸佛菩萨众 几十万人 几十万人 比方说 我们现在有一个道场 这个道场 十几万人是要怎么容纳到下 当然这些圣者 都是怎么样 依空 依空而住 他们是在禅定中文法 是不是 我们在座诸位 你们不要失望的 要心存怎么样 希望 因为未来 你们我会依空而住 不是依空而立 而住 而安住 对自己要有信心 你对世尊的法有信心 当然也是对自己要有信心 不然这样天气这么冷 有时候风比较大 有时候火比较大 是不是这样 好 那你看 你们为何而来 为了托生死而来 对不对 但是有人在经济的时候 他确实会遇到 怎么样 学士学论 对不对 所以说 你在经济的过程里面 你要注意 你要注意 不要离开世尊的信心大法 绝对不要自创品牌跟贸牌 这个因果你负不起 这个因果你负不起的 你承担不起的 你就业都未消失好 你此生此事 你还敢再造信仰 你真是胆大包天 是不是 包天又不够大 不知道要包什么 老师再回想一下 用什么形容词来形容 你如何残害众生的法生会命 好 那现在呢 我们再来 精进 这一段的经文 这段的经文 大家一定要注意 在所有的 尤其是在155页的那个末行 到时候老师会跟你们提示 你要注意哪一些的 这个名项的诠释 我现在先请经文 皆由不知 两种根本 那既然也讲说有二种的根本 然后呢 就有所谓的错乱的修习 对不对 犹如热杀 但是 这一个假如 通常我们在法会之时 咱说炉香炸肉 不相炸肉 不相炸肉 我现在甚至偶偶提起 那他这个地方讲 犹如热杀 语成家传 重敬沉洁 重不得沉 沉洁就是沉点洁的意思 好 那这一段 是要总举 总举什么 总举为什么 不能够正得救荐的菩提 好 这个就是总举出其应有 这个就是要告诉你 师尊要开示 因为什么原因呢 是不是 好 以上泛泛之凡夫啊 因为是无知而造业 其实他这个无知 其实都是来自于无名跟习气 那无名是来自于你的动念 无名没有实在体性 无名也是无因 但是当无死无名 他产生之时 他对众生的一种干扰 就是会让你有一个迷诀 就是说迷忘之时的一个忘觉 迷忘之时的那个忘觉 不是真觉 那就是迷啊 迷忘之时的那个忘觉 这个忘觉会让你错以为是真觉 所以你不知道要撒板 你根本不知道要如何来转念 这个是很可怕 兄弟说你的习气太深 障碍你自己 还有你的福报因缘有限 没有办法遇到善之事 这个地方要注意 好 因为无知而造业 固然我们不必去论 因为全民已经知道了 无知就是会起伏 起伏才会造业 造业的话 当然是接下来是怎么样 四个字 哪四个字 对啦 对啦 就一页受报 好 然后再轮回也不断 好 所以说固然不必再来讨论之 而助俗修行人 本期待 要怎么样 要正得 要正得 无上的菩提 的真正的绝道啊 啊 或者是 啊 他中途 会停滞于化成 如果说到化成呢 这个法华经里面讲的最详细 啊 啊 或是生与千戒 啊 甚至于呢 或误入 邪魔外道 啊 本来是想要求生 这个生的意思就是说 本来想要求得 啊 无上的菩提 正等正觉 但是却反而多于什么 多于邪魔外道 啊 或者是只是停滞于化成而已 好 那所以说这个地方要注意 好 那其故 是何也 就是说 他的原因 到底是出自于何处呢 啊 意思是这样 好 皆是由于 不知道 有二种的根本 那二种的根本 就是真本跟万本啊 我们这一段就会慢慢来探究 好 而错乱修喜之故 那二本就是真本跟万本 真本跟万本 你那个真的旁边写一个本 不然他会说奇怪是真万二本 那不是真万何何呢 我们现在不是在讲阿赖也是 好 所以这个地方要注意 二本就是指着真本 跟万本 这二本 好 不知 就是说 第一个 为什么称为不知呢 第一个就是因为忘心之关 第二个就是真心 有人说 老师 既然是真心 那是怎样才会说一说 不知 你只知道是真心 像我们阿南尊者 对不对 他知道 六四忘心 不是他的真心 可是他不是真心 他就是真心 他求是尊 来开始 来引导他 找到真心之处 这个是不是 还是一个错误的想法 对阿 所以说 注意 不是说你知道真心 就是可以达到究竟过绝 这地方一定要注意 一个是忘心 本无而错认 忘心就是说 在我们的无上菩提正等正觉当中 没有忘心 这两个字 没有所谓的忘 法法皆真 法法皆如 是不是 一真法界 对不对 所以说 本无而错认 这个本无的意思就是 就是忘心一本本就是无实在体 没有实在体性 但是去错认 去错认 废心是心 本非是真心 但是他却是相似 很像是真心 所以会被众生所错认 这个是属于什么本 对 这个属于忘本 好 那也就是我们本科 就是我们现在正在探究的这个 本科所说的 练出来 来 无死生死之根本 讲到这个无死生死的根本 你要知道 废心有值得 有磨灵 要值得怜悯 知道 生死轮回之苦 但是他却是拼命的找轮回之业 这些六四忘君不是真心真心 可是他偏偏都是用攀岩心思为体 来攀岩六成进去 而是取舍不断死之不放 拼命照轮回业 拼命照轮回业 然后来喊苦 有的人甚至喊完翁 什么人可以跟你完翁 英国点点滴滴都是清清楚楚 别人没有办法给你吃一分 别人也没法带你 打一分 你制作你要制什么 你要自己承受 你要自己承受 所以说 本来非是真心 但是众生却把它错认为是真心 世心就是说 把它错认为是真心 那这个就是属于妄本 也就是我们本科所要说的 所要提示的 无始生死的根本 本科有说老师 本科是教堂才会出现 无始生死的根本 你这个地方马上写 在156月 到时候第六行的经文就有了 你有看到吗 那个经文有没有 阿南一者无始生死的根本 有看到吗 不是有两种万本吗 不是有两种根本吗 就是一个 第一个就是无始生死的根本 还有另外一个 老师在哪里 老师就在哪里 老师就在哪里 老师要去哪里 就是说第二种根本 就是出现在157月 有没有 看到第四行有没有 二者无始什么之本 对 附近涅槃圆清净体 我们现在慢慢来探究 所以说 有的人很精进 就马上在这个地方 注明为夜马 夜马下去之后 有时候他自己在精进的时候 奇怪 有两种 二种根本 我会记得有真本跟万本 到底是第几页 一直把他远来远去 远来远去 对不对 上课的时候就没有在设念 所以自己在精进的时候 都要多花一点时间 结果呢 这个经文明相找不到 他先找出自己的无名 是不是 所以说 这个地方要注意 所以说呢 他的佛性 都照比三位性较慢 佛性都比三位较慢 他的佛性啊 的显现啊 比他的个性慢 他都用个性去受刑 用他的十字去受刑 所以他处处表现出来 就是他的个性 常常我们有听人说 大众场合大放厥词 他说我的个性就是这样 如果还有一个人比你更狠 当然老是用摄像话说 你有你的个性 唯一有我的习气啊 现在过去 接下来要怎么样 所以说注意 修行者 你口中所说出来的话 你一定要注意 要三思而行 要三思而行 好接下来 我们再看 好 那么呢 上文 就是普判物认科当中 有人说 老师普判物认科 到底是在哪里 就是103页 103页 你们假如呢 我们刚刚上过 忘事无处当中 都可以 成为普判物认科当中 你只要注明103页 都可以找得到 普判物认科里面 所说的这个妄想 所说的这个妄想 什么叫做妄想 我们常常会讲说 不要打梦想 妄想 妄想 妄想了得真正的用妄想这两个字 你要把它说得更明白一点 那就是夏文 夏文就是以下经文 这个夏文老师 快点告诉我们 说夜嘛 好 在166月第五行 在以下的 这个 经文当中 在166月的第五行 当中 就会显示出这一段的 这一个诠释 就是所说的什么啊 妄想是什么 就是所谓的呢 对于现前的曾经 在虚妄的假象上面 所起的一个分别的详心 好 那你现在只要记名页嘛 你回去的时候再写 再把它补充 那重点再注意听 老师再分析一次 什么叫做妄想呢 什么叫做妄想啊 就是说 对于现前的曾经 好 在虚妄的假象上面 所起的一个分别的详心 那也就是这样说 在曾经的假象上面 再起一个分别的详心 好 有人说老师 166月我给你们看一下 好 你现在翻 166月 166 你们慢慢翻 让你知道一下 要不然你今天回去 晚上说老师 这几个名项 我没有把它加上去 晚上是没有办法入睡的 很好 精进 但是不要太接到 你发意疼疼疼 心最重要 有没有找到 166月第几行 166月第几行 非常好 所以说 这个 假象旗分别详心 众生都逃不过这一关 很可惜的 很可惜的 明明知道 我没有打梦想 但是是 越梦想 越一堆 团团转 对不对 好 那第二个 就是讲真心 好 注意 现在眼睛看 我老人家这个方向 通常我们讲真心 跟这一个妙精明心 跟妙明心 有什么区别 注意 妙明心指的是专子 是指我们的阿赖也是 那么假如加上一个妙 妙精明心 那个就是在指我们的如来藏体 也就是在指我们的真心真心 当然 世经 以众生的角度来讲 世尊 为什么要用十番简简 对不对 然后一步一步来显示出 就是所谓的六根性 就是我们的真心真性 世经 世经就是一个总名称 阿赖也是本体的世经 世经 他呢 他呢 以他的用大 对不对 也用 施展在六根的门头 就是所谓的六根性 六根性会相应六根跟六成 所以我们通常讲 稍待望 所以说妙明心 跟妙精明心 跟妙精明心 这个一定要注意 要混合情测 很多人常常会认为 老师 我们现在常常在讲 我常常会记错 有一个精明心 有一个精明体 精明体 那我们就是指我们的世经 但是假如这个妙精明 这个妙 那个就是指我们的如来藏体 这样了知了没有 妙明心指的是指阿赖也是 这个地方要注意 好 所以说真心 就是指在妙精明心 多上一家这一妙子 那阿赖也是的话 就是讲精明心 或是原是一精明体 有没有 大家都不陌生 所以讲真心就是在精明心上 加上一个妙子 妙精明心指的是指我们的真心 真心 如果说精明心 一精 原是一精明体 有没有 但是他只强调阿赖也是 所以只要多了一个妙子 妙精明心指的是指真心 好来接下来我们看 二是指真心 你旁边给他注明一个 就是所谓的妙精明心 众生本有 但是呢 却是迷失了 迷就是却是迷失了 而违背了 违背了本不生本不昧的这个真理 是不是 所以说我们的这个真心啊 非是就是说 虽然 不是真正的失去 但是是不是因为没有办法奇妙用 是不是相当于好像是失去了 是这样子 好所以说 好所以说这个是指正心正优子 真正本呢 好 现在呢 啊 请翻到我们156月 啊 也就是呢 啊 所以是因此 我们在,刚刚老师先生给你们提示到 在157月的第四行里面 啊 经文上都有讲 mention 吴时菩提涅槃圆 圆,什么 圆圆圆圆圆圆圆 注明157月,有沒有第四行 有沒有出現這幾個字?找到了沒有? 還找不到他的,舉手讓我看一下 不要怕拍謝 有的人剛才就是要走一夜,去不到去 所以沒有注意到157月第四行 你翻過來157 有看到最大大字的經文嗎? 二則,吳石菩提、涅槃圓是清淨體 好,那現在我們回到156月 有的人上課的時候是非常專注 尤其是那個夜馬,他始終不敢錯亂 為什麼?因為這個夜馬 對於一個真正在心情上下功夫的人來講 是非常重要 因為他是一種貫穿 他是一種貫穿 他是一種貫穿的,他這個妙用 只有真正的能夠善用的人 他才可以知道 貫穿 可以貫穿你的煩惱 你的执著 你的执著 你的取捨 所以說 你一定要善用法益 法益 絕對不要自己自創品牌 這個是你自己會耽誤你自己 你自己被耽誤了 你自己都還不知道 對不對 好 好 也就是上文所指的 我們常注的真心 常注注意 常注就是很常 如如不動的 這個稱為常注 很常 如如不動 這個稱為常注 有所謂常注的真心 性靜雲體 他的自性本靜 本明 本妙 本絕 也就是下文 所謂的念出來 對 那就是說最後 因為這個是無時不及裂 反而是清靜體 也就是所謂的 就是真本 就是真心 你們看到這四個字 妙 精明性 剛才你們已經寫上了 很好 好 那什麼稱為錯認休息呢 好 由於 迷真 錯認妄 這個迷真就是迷失了 迷失了真心真性 而錯認妄是為真心 以妄 以妄 為真 而 怎麼樣 這兩個字 你一定要特別注意 而什麼 而獨修 你有看到嗎 不以真心真性 不以真心真性 為本修因 卻是以妄事心來獨修 就是盲修瞎練 而獨修於妄 意思就是 以妄事為 為什麼 為本修因 以妄事為本修的因地心 這個 盲修瞎練 所以你看 獨修這兩個字 偏偏開不對 就是像什麼 世界賽車級的名手 他手上拿的是錯誤的地圖 你看 他車要開去哪裡 沒有錯 他開車的技術是一流 車 手開的車也是世界一流車 對不對 可是他拿的是錯誤的地圖 那剛好怎麼樣 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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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下場 又是如何 大家都非常清楚 所以說你看 以妄事 為真心真性 以妄事為本修因 而來獨修 獨修於妄事 以妄事心為本修因 你看這樣有青春嗎 對不對 好 所以說 由修什麼 修成什麼 為什麼 煮沙不能成為家鑽 沒有關係講出來 你們常常看到這種比喻 為什麼煮沙不能成為家鑽 很好 因為沙 他並不是犯之本 不是犯之本 不是犯的因 對不對 所以說 猶如主沙 欲成為家鑽 這個呢 比喻就是說 錯亂修行 以什麼 以妄事心之妄本 嗯 而不暗 就是這個暗 以事實人 大家都聽都懂 六律師公 不熟悉 但是在這個地方就是說 不了悟 沒有辦法來了悟 根性才是真本 沒有辦法了悟 我們的根性才是本修因 才是真本 而世心非菩提之因 再加上一個訣字 世心絕非是菩提之因 世心絕非是成就菩提大道之因 所以呢 他比喻如主沙欲成家鑽 好的犯 成為家鑽 因為沙本非是販之本 眾今成典結 主之一指名為什麼 對 指名為熱殺而已 終不能成犯 為什麼 因為錯用了因地心 所以說在講因地心講 講的最詳細 而且你會一再重複的 那就是在元絕經 我們也上過 我們也上過元絕經 對不對 元絕經裡面講 尤其是在第一章節裡面講 文殊樹立菩薩 請示世中開示 就是如何 如何 怎麼樣 進入因地的髮型 始終開示的 要用元絕的髮型 來行 六度之行 這個就是因地的髮型 那以後有因緣 我們再詳細 再來二講 再來就是說 再來詳細 再來分析 好 接下來我們看 錯用了因地心 亦附是如是 眾今成典結 來修行 總不能夠證得無上之菩提 所以在這個地方 老師還是一定要注意 你精進 你盲修下練 那真的是悲哀 那真的是悲哀 你自己以為你在精進 其實呢 你只是自己在耽誤自己而已 你自己在耽誤自己 你明明知道 你總是認為 三個字會在你腦海中 一直的盤旋 是這樣嗎 是這樣嗎 幹嘛呢 是不是 這幾個字害死你自己 是不是 而且這幾個字 常常會出現在你腦海當中 來掌控你 那個就是你的习氣 那個就是你的冤親債主啊 你的冤親債主 就是你的起心動念啊 是不是 所以遇到世尊的心境大法 主是大德開示的明相當中 他一定會先起疑 這樣 這樣 這樣是這樣 不是這樣 不然你認為又是如何 你有辦法你講啊 假如世尊開示的 主是大德所詮釋的 不是正理正法 那麼你認為 你認為 你的想像 你也習去 你過去 常愛眾生 法生會面的邪知邪見 難道是以你為正嗎 好 接下來 我們呢 再來看 再來探究 這個真 真就是問 問跟是就是詮釋 詮釋的話 詮釋的詮釋 這已經是很仔細的 很究竟 這兩種根本的這個體 我們看 經文 雲何二種 阿蘭一則無時生 是這根本 則如今者 於諸眾生 用攀緣心為自信者 是不是 馬上就點破了 就是你阿蘭 跟現在自重生 所用的攀緣心為自信 你看 是不是馬上一語道破 好 要來點醒阿蘭 當然也包含我們 莫乏實際眾生 所以老師我們就說 你們有很多好報的就是這樣 有辦法來承受 世尊的心性大法 好 我們現在看詮釋文 初句是種真 總問 雲何二種 對不對 然後呢 下載別式 二本之明體 我們先來詮釋這個望本 好 一則 無死生死根本 好 死呢 是出於望本之明 望本之明 我三個叫做望本 那就是無死生死之根本 好 也就是說怎麼樣呢 好 無死無名之妄動以來 從無死無名之妄動以來 經過浩劫之輪迴喔 生死之根本 好 那麼呢 此本非他 這本指的是什麼 你就將那個生死的根本 你把它圈起來之後 能夠畫一個箭頭 好 此本就是說 這個生死的根本 非他物 啊就是什麼 就是你阿南陷今 於諸諸眾生所用的這個攀原心 有看到沒有 攀原心這三個 而錯認是為你們自己的清淨自信 而錯認為清淨自信 將攀原心 啊當作是真心真信 當作是因地心來修行 對不對 啊認為啊你是在 在清淨自信上下功夫 啊 啊真就是顛倒在顛倒 啊是不是 好 那麼呢 你用好這個實質望本之體注意 還是要從上面這一句來 攀原心 啊錯認為清淨自信者 這個就是指望本之體 攀原心 把它錯認為清淨自信 啊這個就是望本之體 啊這個是望本之氣 那有的人會說老是 那個無死生死根本 我好像不太記得起來 好你現在看到數第三行 好你現在提筆那個色彩筆 好無死生死根本 你這樣子來 倒數第三行 你有沒有看到啊 這個無無死無明 有沒有看到無 啊有沒有看到無死無明 好啊接下來在這個輪迴之下 是不是有一個生死之根本 欸有沒有啊 他的無死無明 啊生死之根本 所以說無死生死之根本 就是說啊那麼無死就是無死無明的妄動 對不對 為什麼稱為妄動 啊因為我們的真心真性 他本來就是離戀離相無守住 那你一真 那你真 真如真如就是一心本如啊 對不對 真如就是真心本如嘛 是不是這樣 啊所以說呢 本來就離戀離相啊 啊 連那個心中相的 這個喜怒哀樂愛恨情愁 都沒有這些東西存在的 啊所以說呢 從無死無明的這個妄動 以來啊 啊 啊這個經過浩劫的輪迴 生死之根本 那這個根本啊 這個生死的根本 並不會是他物喔 啊就是怎麼樣 就是你阿南現今 於諸眾生所用的這個攀原心 你們將這個攀原心 錯認為是你們的清淨自信 而且呢 這個你們所錯認的這個清淨自信呢 正是至什麼 妄本之體 啊為什麼稱為妄本之體 也就是說 沒有實體的妄體 所以稱為妄本之體 啊 攀的內心呢 攀原心就是什麼 在講 再講第二次 攀原心就是什麼 再講第三次 第六一次心就是什麼心 攀原心就是真經還是假心 是妄心 是妄心 你現在是要用真心還是妄心 你說老師我現在在練這個 這個冥相的時候 我是因為我隨著 這個 我隨著主持道的時候 開示著這個冥相 是真開示著法義 我沒有惡心 對不對 沒有妄想出現 所以 我不知道我是真心還是妄心 這樣對 這樣對 這樣這就是真心 你如果說老師我還要用真心 你 果報題 我 也是果報題 有沒有 我啊 用對不對 再用真心 真心 你本來就是存在 你用妄事心裡面 所想的那個真心 那個是你意識概念的 意識狀態的真心 並不是真正是究竟的真心 真心 這樣挑了嗎 所以當你一心不亂的時候 有沒有 那個真心自然會浮現 當你想說 我剛才怎麼會這麼認真 你這麼真正 我剛才是在用 我剛才用的那個就是真心 又錯了 真心又跟你說拜拜 他跟你離離而去 是你離他而去 真心真心 他本來就如如不動 對不對 他如如不動 他意念不起 你偏偏要起一個 我在用真心 你 你是五應生 對不對 用 妄用 對不對 那個真心 根本不是真心真心的妙用 你又離他而去 好 所以說我們看 看倒數第二行 虛妄 攀緣 所緣的諸臣之境 這個地方 你旁邊加幾個字 你看得懂就好 對於臣敬 忘心 忘情分別 對於純淨 忘心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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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大聲 好,这个假如通常我们讲到这个真跟爱 那有时候你要可以稍稍检讨你自己 这两个字出现的时候 你认为真跟爱可不可以各自独立存在 可不可以各自独立存在 真跟爱就是像双胞胎一样 就是像双胞胎一样 对不对 当你有所取舍之时 你没有办法得到你所爱 你一定会取真 就是你失去了你所爱 你更会取成 但是在这个取舍当中 那就是要靠个人的习气了 有时候失去了他心中所要的这一个境界 他不但去称恨 去憎恨 而且还心存报复 这个你把你全部的阿拉耶稣的习气全部都掉出来了 所以你一年创会做出甚至会想出许许多多你自己也认为很可怕的一个想法 还有一个计划 但是你确实怎么样 由不得自己好像认为你现在是正是要 正是要怎么实现一个很大的一个愿望 所以说很可怕哦 真爱取舍这四个字 修行人要好好的去 去删施 要去删施 好 所以说你 十起十昧 就是说第六意识心 这个叛连心 这个忘事心 十起十昧 那就是说因为诸臣境界有 那么则六是忘心会虚妄的显现 成有则有的意思就是说 诸臣的境界若是显现 那么六是忘心 他就会虚妄的显现 这个就是成有则有 那成无则无 好 虚妄无体 就是说六是忘心 也就是说这个攀远心 他是本无实在体现的 好 现在请翻到157页 本非是真心真心的 以非是亲近自信 就是我们的师尊 在经文上开示 对不对 用攀远心为自信 这个地方在157页 好 就已经在详细 在开示了 本非是真心真心 以非是您 阿难 以及众生 的亲近自信 但是呢 一切众生 都是怎么样啊 迷任忘 就是说 错 迷啊 就是错认 迷忘就是错认 迷任就是错认 错认 而虚妄 之执着 以为是本不生 本不昧的心讯 所以呢 阿难 亦以是如是啊 那前面所讲的 在这个地方 等一下呢 你们对我老人家来开示 现在对老师来开示 这两句出现在何处 前云 即思维体 实是我心性 这个我就代表阿难尊者 这个思维体啊 就是我阿难的心性啊 意思就是说 这个思维体能够思维 这个体啊 这就是我的心嘛 实在是我的心心 这个出现在第几页 第几行 阿难曾经讲过这句话 在往事 往事无处当中 怎么样 在132页 倒数第五行的经文 阿就提示了 那方方看 132页倒数第五行的经文 有没有出现这个几个字 即思维体 实是我阿难的心性啊 那会出的 会推论呢 会比较的 会追究的 这就是我阿难的心性啊 好那个后文 刚才讲到前文 你这个地方住民 160月 164 倒数第三行 每次讲到这个关键字 都会出现这种现象 今所以分明指出 是生死的根本 但是呢 阿难在后文 有时不能够究竟觉知 仍然错认什么 仍然错认为什么 阿难能为错认是为什么 对为真心 就是说这个思维体 这个能够推穷追寻的这个攀缘心啊 阿难你就是把它错认为是真心真心 好下面这个四个字把它念出来 你看这四个字真是可悲啊 好接下来 我们看第四行 二则 无时 好 二则 无时菩提 涅槃 圆什么 那则是怎么样 则是辱金者的什么 好 那么呢 四金圆明 有看到 四金 圆是一金明体 对不对 刚才老师已经提示过了 就是所谓的 本来是妙明的真心真心 而且呢 能生朱元 圆所已者 好 现在呢 你们将这一段经文 连续的念两次 所以呢 这个第八意思 我们所谓的阿拉雅设 阿拉雅设 他没有实在体性 他仍然是以如来藏体为体 但是呢 在众生的角度来讲 你告诉他 一真法界 也没有办法抓住方向 你说如来藏一栽 如来藏元气 他知道 可是他好像也有一点点陌生 你说你医业受报 那个阿拉雅设这个体 本来就是你的真心真心 你知道吗 哦哦哦知道吗 说到这个生死 这生也是一轮转 对不对 阿拉雅设 阿拉雅设 醒过来 但是呢 这个四金也就是说 阿拉雅设这个精明体 他为什么称为元明 他为什么元是清净体 他为什么原来是我们的妙真族 为什么称为妙真族 本来哦 而且呢 他还能生诸元 但是后面这四个字 今天我们要非常仔细 再来诠释 元首遗者 为什么他能生诸元 确实元首遗者 这个元首遗者 要用拿两种角度 来做一个诠释 好 我们现在来看 次是就是我们现在呢 就是接下来 我们要来诠释真本 二则 无时菩提涅槃远清净体 这个是要说出真本之名 真本的名 就是无时菩提涅槃远清净体 好 所以说呢 真本 万本 这二本啊 之所以都据称为无时 对不对 看到 一则 前面放到前面 一则是什么 一则是 以万本来讲 是什么 对 是不是都有一个无时 那现在我们要讲二则 我们现在我们是在讲哦 二则是指真本哦 你看是不是还是有一个无时 这两个字 那为什么呢 他这个地方有提示 为什么真本跟万本 之所以都要多据称为无时 就是像金跟矿一样 二则具无时 在这个地方 这个师尊 以及主持大德们 他们的诠释都也是注意 这个细节 二则具无时 不可以分是谁先谁后 你如果说 金矿 金矿的先 没有金矿要怎么提炼金 那金矿里面假如没有 这个金的成分存在 你怎么提炼 你怎么提炼别出金 对不对 你说金生 既然是金 为什么会成矿呢 这个就先有鸡还是有鸡蛋 他说这个作为一种无谓的一个分辨 他说这个地方要注意 所以说在提醒 真本跟万本 之所以都会有无时 这两个字 就是告诉我们说 不可以分谁线谁后 就是例如金 鱼矿 金矿一样 那么菩提 菩提 就是角度 菩提 有三 这个以前我们都讲过 但是因为呢 有新的学员来 要给他们一个正确的引导 好你现在看 好看第二行 菩提 有三 有看到没有 好你看到是第三行 对不对 捏盘 一三 也是有三 好注意看 好一约 假如以菩提来讲 菩提有哪三呢 有哪三种呢 就是讲三种是不对的 就是说你从三种角度当中 来分析菩提有三 一约什么 好然后你再看 再往左边推两行 二约什么 好再往左边推一行 好你这个一跟二跟三 都要怎么样 都要把它圈起来 再把它圈起来 好 好 菩提有三 一约真性菩提 好 真性菩提是以什么 为道啊 以理为道 好所以说你最好 好 在这个真性菩提 这一行 往上空白之处 好 他的以理为道 你也把它注明起来 你这样子一看的话 什么成为以理为道 你看 哦 菩提有三 一个是真性菩提 我真性菩提是以理为道哦 好 那么呢 再往左边推两行 十字菩提是以什么为道啊 对 所以你在这个二约十字菩提的上面 你写一个以智慧为道 所以你这个重点字啊 你这个重点字啊 一怎么样 一推敲出来 对不对 所以说你 这个 要点 你写在上面 所以你这个整个层面 你都有办法来贯穿 好 现在我们看 菩提有三 第一个是真性菩提 真性菩提是以什么为道 好 那十字菩提呢 好 现在再往左边 再推一行 方便菩提 以什么味道 什么叫做斗鸡思教 这边所说的 斗鸡思教是什么 让你改一个字呢 对啦 如果更浓缩了 那就是官寂思教 就像我们一般在说的 因财思教 这样知道没 好了 现在我们从第二行开始 菩提有三 注意哦 这个绝对不能够搞分 这个绝对不能搞分 你不要以为说 老师我们不要去背那个名像 那个名像 你要误他 不是叫你去背 好 菩提有三 一个是真性菩提注意 只要是菩提 或者是涅槃的第一个 你看 他不觉得讲真性菩提 跟性进涅槃 跟涅槃里面 性进涅槃 这个都是什么 都是属于什么 属于因 你们现在马上翻过来 在158月里面 他都有讲第二行 三菩提跟三涅槃当中 前一个 前一个假如以菩提来讲 是不是真性菩提 那假如以涅槃来讲 是不是性进涅槃 好 前一皆是属于因 有看对不对 那后二皆是属于果 那就以真性菩提来讲 假如以菩提来讲 后二 那就是十字菩提跟方便菩提 对不对 那假如以涅槃来讲 后二就是圆境涅槃 跟方便境涅槃 你们回去之后 你可以在空白之处 下出来 下出来之后 那你以后自己在精进的时候 那你以后自己在精进的时候 前一后二 对不对 这样知道没 你现在把它记起来之后 然后你回去再仔细的填上去 这样知道 现在我们再翻到原本157页 好 一个是真性菩提 真性菩提 他是以理为道 这个理就是法身之理体 法身 法身没有什么身 甚至于将这个法性土 也当做有土 有生有土 这个错误了 法身无相 以智慧离体为身 所以称为法身 我爱记起 法性土 这个法性 法性就是完全毕竟空性 而且是要以赞然极倦的心情 所悟的毕竟空性 不是意识上 也不是言语上的那个毕竟空性 所以要注意 所以说 假如以真性菩提来讲 就是众生的本觉 众生的本觉 法身之理体 他可以讲说 我们的如来藏 本觉也是如来藏 在众生的角度来讲 如来藏 如来藏的藏体 它是体是不变的 但是藏体它却是有随缘的妙用 要注意 人人虽然藏体其随缘是妙用 但是一切之用 都是归寿于本体 所以称为随缘不变 称为随缘不变 假如常常出现这八个字的时候 你们注意后面那两个字就好 随缘 那一个字不变 随缘就是藏体 它有随缘的妙用 但是 尽管随缘种种的因缘 但是它的体仍然是如如不动的 要注意这样子 不要只是文字像 把它练过去 这样子太马虎了 这样的毅力没有办法去如心性 所以说真性菩提就是众生本觉 法身之理体 乃是什么 因为前面有这讲不变随缘随缘 随缘不变就是我们的如来藏妙真如性 对不对 所以乃是什么 你再加一个如来藏 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 古曰是真性 看到没有?真性的真性菩提 也就是所谓的如来藏妙真如性 也就是说众生本觉的法身之理体 所以说 你在这个不变随缘随缘不变 乃是如来藏妙真如性 你这个最好能够变成一个一小段 没有断去 这样子的话 你在七处法以上 也比较能够契合 也比较能够契合 所以说古曰真性菩提 第二个我们要来诠释十字菩提 十字菩提是不是以智慧为道 那么这个十字菩提要注意 讲到这一个字 这个字就是众生的什么字? 什么字念出来? 对,苏角 苏角的底 就是始觉知 还有根本之知 好,那么你 您必须要得正的根本之知 才能够怎么样 就是说始觉去入于本觉理解的那个当下 就能够造成什么? 心缘之意 心缘有的人不知道什么叫心缘 心性的本源 心缘都是心性的本源 如如不动的这个不动体 是不是? 能够令无名接近 就是说当众生的始觉知智 去入本觉理解的那个刹那 那就是能够造成 众生心性的本源 这个时候要注意 始觉跟本觉没有二体 就是说始觉知智 来去入本觉理解的那个当下 也就是转世成智的那个刹那之间 这个时候 所谓的三世六初 全部都消明 那三世六初既然消明 那何来会有无名还存在呢? 所以说令无名接近 其实也就是所谓的什么? 三世六初无名皆消明 因为禁很多人会以为禁 就是好像有一个不禁 那接下来就是才能够禁 不对 这个就是消明 因为三世六初都是来自于众生 无始无名的动念 所以才会有三世六初 对不对? 所以说所得的真实之智 所以称为实智 好 第三我们讲方便菩提 这个方便菩提 他是以透极施价为道 注意 你要能够透视 你要能够透彻众生的根去 注意哦 好像你眼睛看我老人家这个方向 你要透视众生的根去 你本身必须要自觉圆满 你得到的根本智 正得根本智 根本智你本来就有 他是你正得根本智之后 这一个呢 你自觉圆满之后 你自然而然会用 后得智 来透视众生 他的根性是如何 他要用什么样的法来度 我们当然呢 以众生有习气 所以我们用什么法来度 但是呢 阿菩萨却是没有一个冷度的一个心 没有众生被他所度 也没有他所讲的法 为什么 因为三轮提空 这样知道没有 你们现在就是在修什么 你们现在就是在修什么 你现在就是在修什么 如何正得根本智 你本身有 你本身有具足 所以为什么老师每次上课 都会赞叹你们 你们真的是有福报 对不对 有的人呢 根本就不知道 自己本本就有 真心真心的智慧 不知道啊 他觉得他现在不满意 他现在现实生活给他很难堪 给他挫折 给他失败 给他打起 他就不知道这刚好在修古业 在你消旧业的当中 你要去契入 这个业 在磨练你之时 他就是要挖出你的真心真心 你去憎恨 那么你就再造信仰 你永远见不得 永远没有办法见到 你的本不生本不昧的因底心 所以我们在做诸位菩萨 灵官要到了 你对家人要诸多的鼓励 知道没有 不管是上次百岁 下次还牙牙无语的这个 这个小娃娃 我告诉你 他只是现在还没有办法 能够说出他的心里面的话 但是你看他的眼珠 他的表情 你在对他讲什么话的时候 他会怎么样 他有没有办法去入 当然有 为什么 因为他有什么 有什么 有什么 有中间经理 还有什么 对 因为他还是有阿拉耶识之体 知道没 所以对于小朋友 小子 拿出血因 你还是要对他讲 你不要说想 不要说想想 你不要说来 现在阿姨来问你 开示 两种无始的旺本 这个对他来讲 他有在听 但是有听 有没有办法去入 一段时间 知道没 所以说 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你能够想到 越简单的字 要对他开示几句 对不对 而且你有时候抓住他 他那个小手掌 对他讲话的时候 那个作用更是大 对不对 他的眼珠子 是非常亮的 非常亮的 他那个射受力 是很强的 对不对 他只是不能跟你说好 咕咕你继续说 他不会跟你说这样 但是他真的是很射心射念 也就是你对他在讲话的时候 他眼睛是不顺的 不顺目的 知道没有 他会对着你讲 那假如这个的话 那这个 我们这个玉美师姐 前一阵子 他这个家族当中 有人住院开刀 而且也不是小病 结果他就是全当全职的保姆 整天就跟那个 还在牙牙学语的 这个小娃娃相处 听说 差一点就投入真情 他就舍不得 那这个 亲情难舍 所以说 有时候也是要注意 要怎么撒板 对不对 因为亲情在亲 那你要知道 他的法生会命 与你最亲 知道吗 好 现在我们再来看 好 所以说我们看这个方便菩提 要注意的就是以透极思教为道 也就是说 你必须要自觉已经圆满 你的主角 要圆圆 然后才可以绝他 所以说你 你以这个根本字圆满之后 你所得的这个后得字 你才有办法来关机斗教 有办法来关机斗教 所以你们现在也正式 在开启你的根本之字 你的根本之字 就会让你以后的后得字 更能够关机斗教 所以说你广开方便之门 古曰什么 好 但是这个捏板要注意 捏板它是本不生本不灭 所以很多人都是比较 龙说的字就是不生灭 其实它本来就不生 那何来有灭 所以说捏板亦有三 好念出来 一个是什么 二呢 三 方便捏板它注意 有 这个性捏板 第一个是属于什么 果还是因 对 那后面两个呢 好 非常好 记得很清楚 因为它自性清淨 本来就一尘不染 一尘不染是本来就一尘不染 为什么它本来就一尘不染 因为它自性一本就是清淨 何谓清淨 就是没有一法可立 没有一尘可染 所以才称为清淨 而且呢 自性清淨 本是一尘不染 故曰性淨 就是性淨捏板 性淨捏板 这四个字里面 为什么称为性淨 它就是告诉你 因为自性清淨 本来就是一尘不染 所以称为性淨 所以称为性淨捏板 这样知道没有 是这样子诠释来的 好 第二呢 就是称为原境捏板 好 这个原境捏板 大概也许这八个字 你一下子没有办法转过来 真无不原 那你只要加上一个字 真 无有不原 那么妄呢 就是无有不净 故称为原境 因为在这一个原境捏板当中 一切真 一切无妄 所以说真就是真 那当然无有不原之处啊 处处都是一真法转之底 所以真无有不原 具是真 何来有不原之处 那具是真 那这是妄无有不净的 对不对 因为你真 显得当下妄本来就是理 所以称为原境 好 那么第三 我们称为方便紧捏板 为什么 方便紧捏板是什么 随顺方便 就是因为什么 因为随顺 什么的方便 一个字是什么随顺什么的方便 对了 对了 随身原 这句说出来 随身原的方便 所以呢 在这一个本不生本不灭的一切法中 而暂时幻现处有生媚 这个就是称为方便紧捏板 要是再讲一次 再讲一次 因为随身原的这个方便 既然是随身原的方便 那么就是要注意 缘起性空嘛 所以说 在于本来就不生不灭的一切法当中 而似性有生媚 所以呢 你一定要注意 因为随身原的方便 所以呢 在本无生媚的一切法中 而似性有生媚 这样子倒霉 好放过来 好 现在呢 你们从第二行 从第二行 自己练 练到第二 从这个第二行练到第三行 好 好 自己练 持 好 这样知道没 你这样自己练一次以后自己有没有办法整理出来 好 好 你注意看 三菩提三涅槃 前因就是属于因 前一个 前一就是菩提跟涅槃当中的前一个 指的是真性菩提跟性经涅槃 都是属于因 为什么 好 你们需要了的就是性经 就是 自性本具 推称为性具 自性本具 好 那么呢 后二 这是属于果 假如以真性菩提来讲 假如以真性菩提来讲 然后假如以三菩提来讲 后二就是十字菩提跟幻变菩提 对不对 后二就是属于果 那假如呢 以涅槃来讲 就是圆均涅槃跟方便涅槃 好 这个都是属于果 这个不是自性本具 因为他既然是属于果的话 那么必须要怎么样 修整就是说 必须要假戒 必须要假戒的修才得以证得 才可以证得 但是他的修 是依 本不生本不昧的根性而修 所以是修而无修 知道没有 好 接下来是真本 就是我们所讲的真本跟万本 对不对 好 那么这个真本呢 乃是取什么 好 再念一次 这个很重要 取什么 好 你在这个儒如里的旁边 你马上遵命捏盘 那儒如字呢 是指什么 破体 所以说 破体是底 这盘是利 所以你讲到这个儒如里跟儒如字 它出现在经文 出现在各部经典当中 出现在恩赐 可是你们就不晓得 如如里如如字的杂公 亦是持不可思议的境界 但是要跟你讲 不可思议的境界 不出于这个涅槃跟 跟这一个菩提 如如里指的是指涅槃 涅槃 而且是本不生本不昧 对哦 好 那个儒如字这个字 指的是指菩提 好 那这样子的话呢 就知道了 好 所以说 因是属于真性菩提 跟性 就涅槃 全一嘛 好 那么呢 菩提属字 涅槃属于理 好 那现在我们就来探究了 这个地方也讲 圆亲近题这四个字 好 讲到这个亲近 好 我们现在光是这个圆亲近题 这四个字当中 我们只论亲近 亲近有两种 有两种角度来探究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什么的亲近 对 一个是自信本亲近 一个呢 对 一个是要离构才能亲近 好 那么呢 我们这一个 我们所说的 这一个真本呢 它是怎么样 它是属于自信本原亲近之体 本原亲近就是本具 本具亲近之体 所以说 是不是自信亲近之体呀 原亲近的就是自信亲近之体 啊 并不是说 你要啊 啊 啊 用 澄清之法 才能够令他澄清 啊 为什么 因为他本来就是离构老浊啊 对不对 因为他本来就是离构老浊 哦 因为自信本具的亲近之体 他本来就是离构老浊 啊 所以呢 才能够开显出真性菩提 这个要注意哦 不要以为这个是明相 啊 好像呢 今天探究的都是明相 我告诉你 你这个明相 你不了知啊 你根本没有办法来去入 为什么师尊要开始妄式飞行 那这个妄式飞行当中 你你不了知三菩提跟三涅槃啊 你根本没有办法来误入实相 所以说 你今天要辛苦一点 把他的记下来 叶玛也把他标示出来 你多看几次 音声堂多听几次 你自然就会去入 自然就会去入 你假如心有杂念的时候 老师告诉你 你就呢 讲我们人业间的讲义拿出来 你就这样子念 正中的念诵 念诵 念一面念一面诵出来 一面念一面诵出来 这个时候呢 注意好 讲到这个诵经 好现在眼睛看我老人家这个方向 有人就问 老师 老师 我们啊 曾经听过有的法师他开示 他说 光是诵经不能成佛 老师这句话是怎么样来诠释 不是 诵经 不是 就是一种的 殊胜的意义 一种的精进法吗 老师告诉你 你诵经 你要注意 什么称为经 经 经是佛的心性啊 你不是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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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上与的白痴黑痴啊 这样知道没有 你要送出佛的心性 你要跟这个经文里面的这个文字像 所起的意理 你它观照又要跟它相应 你有没有佛性 你告诉我老师说 有没有 经典里面 那个文字像 那个就是佛的心性 你的心性跟佛的心性 有二题吗 你如果像经 我像经常说 我像经常说 今天算不完 然后等着说太多 对不对 拨命再来相 是不是 年约要搞了 新疆病 又要相聚 你这一个礼拜之内 你的功课都做不完 你都拨命再来相应 拨命再来相应 白天会怎样 白天就怎样 白天都是在进入 你自己所谓的市场拔定 这样就听到老师的艺术 是不是 就是这个不是正确的诵经的方法 任何的经典 那就是佛的心性所在之处 你要跟他心性相应才对 要跟他心性相应才对 所以说你要契入佛的心性 这是入心嘛 对不对 佛的心性契入你心 你的心性趋入佛之心性 那何来有两个心体 是不是 所以要注意这一点 上经不是叫你一直上 只有文字上一直上 结果呢 经典合起来 教上也是烦恼一堆 是不是 称恩一堆 对不对 记不记得法华三千步 潮西怎么样 一巨王 对不对 法达 是不是你们都知道 这一个在 这一个典故你们一定都知道 对不对 法华要上到三千步 这是不简单 所以说你诵经的时候 不是叫你念出文字上 这样子老师告诉你 你不但对不起你自己 你也辜负了诸佛菩萨 对你的加倍力 你会加起力 所以注意 甚至你现在连观道 老师只是提醒你 不要将佛门的圣地 当作是你的光光之处 不要将佛门的圣地 动作是你要去观光的地方 你这样子的话 当你脚踏入佛门圣地之时 你有没有注意到 你真正的 真正的你的心地 法门 最清净的在哪里 在哪里 是不是 对你心地的本源 是不是 所以说老师这是只是提醒 也许大家都已经很清楚 但是要注意 所以你去的时候 不要将佛门的圣地动作是观光之景点 你去行胜 你去游览 老师告诉你 你这个是冒犯 你是冒犯 对不对 不管是大丛林或是小丛林 心性中没有所谓的大跟小 知道没有 所以说真正的道场 是在你一念的清净心 你去这个道庭 你一定要怎么 要知道 世大 跟你的世大 内外世大 都要取得平衡 就是说你对外世大 一定要将近 一定要将近 人力再如何的努力 老师告诉你 没有办法胜过自然界的世大 所以老师即使年关快到了 我们下个礼拜还有一堂课 那老师只是提醒你 你现在有计划 跟家人 或者是说 跟国外来的这些朋友 你们要相聚 最好 这个细论扫谈 但是也不是开口闭口 就是讲一个佛字 不免 你可以用你全巧方便 对不对 用关机斗教 你不说一个佛字 但是你处处的比喻 处处的用词 都是不离佛的心境 你这样才是真正合乎的人 听不懂 你对你的亲友动不动 就说要哄他 你接到 我告诉你 你以后你接引不了他 因为在你的眼前 只要他出现 他的额头就是怎么样 我是执走的人物 我是接到的人 他在你 你已经把他贴上标签了 是不是 那他为什么还要再听你开示 回望你的开示 又是还值得参考 听不懂 所以要注意 我要善待众生 这个善待要注意 因为他有佛性 不一定他这世的人 他就是听你简单的几句名相 对不对 你没有说我的家人是不信邪的 什么都不信的 我告诉你 那是因为你讲的让他不信 你没法关注斗教 是不是 你可以现前所发生的事 家里所显现出来的事 你用前脚方便都可以引用出来的 都可以引用出来的 是不是 我们在座也有几位啊 从南部上来 光是 我们这个高铁站 你们有没有看过 那个小火车 有没有 那个小火车在二楼还是三楼 那个小火车 光是那个小火车 那一个音乐一响啊 就可以将我们众生 如何不了脱身世 如何转迷为物 对不对 如何了之五蕴本空 在这一个短短的 这个小火车的前进跟后退当中 就可以讲的非常的清楚 我看改天应该让玉玫来讲 对不对 因为每一天要到高铁站 我们要去等高铁的时候 只要在音乐一响 老师就对他讲 因为他缺我课堂的课 缺了十个月 所以这个要把他记在 叫人在拼人 是不是 改天要让他讲出来 对不对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好 因为通常我们讲亲近 很多人都会讲亲近 那就就是不晓得 为什么称为亲近 你为什么 因为他本来就是离烦恼着啊 他本本就是亲近 本本就是没烦恼着啊 所以凯显书也真性菩提 也不是用任何的对峙方法 才来令他近 所以他这个亲跟近 把他分开来 并非成之死之亲 也并非用对峙法而令其近 有没有 老师现在已经讲到第五行了 为什么 为什么成为近呢 因为他本来就是离什么 离身世的染源之故 对不对 一个 假如一亲 因为他本来就是离烦恼着 那假如一亲呢 因为一蹦蹦的离身世的人缘啊 对不对 所以光是你用名相来讲 你没有仔细去剖析 你这样子念下来 老师告诉你 现在念了啦 你回去到家里 全部都还给老师 当礼物 让老师包装回去 是不是 所以在群世毅理的时候 你要知道他为什么光是这个亲近 这两个字才要拆开来讲 本来就离烦恼着 称为亲 本来就是离生死的染源 所以他称为近 离生死的染源 那当然他开显出来的就是性近涅槃啊 是不是离烦恼着 那当然他开显出来就是真性菩提 所以说为什么真性菩提跟性近涅槃会放在第一 就是说皆是属于阴 皆是我们自性本具 重点就是在这个地方 这样知道了没 好 那么你此体要注意 就是此亲近体 乃是一切众生的本来本具的 原具就是本来本具的 不假造作就是说不需要经由造作 不需要假借着造作 对不对 也不需要借药一定要借着修 才能够有成就 但是要注意 不待修而成 但是要借修而闲 借修而闲 好 故曰原本就是清净体 好 那么你此体 就是说这个清净体啊 无他物 不是属于他物 而是你阿难现今 你的五根中 就是当然我们讲六根啊 你的六根当中所本具的 本具的什么 原善本不生本不昧的什么 对啦 很有智慧 原善本不生本不昧的根性 在这个地方我们称为 念出来明知为什么 对 社经就是第八阿那也是的精明体 注意精明体不是妙精明 妙精明是真性真性 对不对 精明体就是第八阿赖亚性 好 名为士经 士经就是一个阿赖也是的其他 士经是总明 那通常我们讲六经 或者是讲六根性 那就是指分开就是别明知道没有 好 原是妙明之心注意 士经也就是说阿赖也是的精明之体 他原本是妙明之心 注意不是妙精明心 这个要注意 他本来就是妙明之心 本来有看到没有原是 但是现在不是真可笑 因为怎么样已经怎么样 有稍待望 所以他说原是妙明之心 并不是必须要加以魔才能够使之为明 因为他都没有讲妙明 那是本来自明 本来自明就是本来就是本明 虽然他处于长夜的昏暗之中 注意这个长夜昏暗之中 就是做众生 医活照业 医业受保 轮回不断 所以是成为长夜昏暗当中 但是他的体性却是不昏的 所以是不昏 注意故曰圆明 那在眼是称为什么? 能见 这样你知道 眼一般就是所谓的见性 那在耳是能闻 我们称为什么? 是很好 在鼻袖香 非常好 在舌肠胃 在身觉触 就觉触性 在义知法 我们称为什么? 觉知性 义是觉知性 生是觉触性 知道没有? 这一个字的差别 要注意这一点 虽然分成六合合 但是呢 圆就是本来 他是一个精明体的 所以通常我们讲 世经圆明 世经圆明 这圆就是本来 就是一个精明体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真本 这样知道没有? 所以我们在修行的时候 要取为什么? 对啊 因地心 啊 就是 什么本? 万本还是真本? 对 所以要搞清楚这一点 那假如 以六四旺间的攀岩心 来对眼前的诸臣境界 在假象上 其分别执着的取舍 这个是真本还是万本? 可以说 做得到吗? 嗯 老师 我等你真真 等你真真 对 好 又四经 念出来是什么? 那就是第八四的精明体 那就是第八四的精明体 那一个人说四经四经 你也说奇怪 这四经到底是什么? 他不是什么? 那他就是你阿赖也是的体 就是精明体 要注意喔 那精明体而已 不是没有那个妙 没有那个妙精明体 要注意 妙精明体指的就是我们的真心真心 好 那么呢 此其就是指 第八四的精明体 他虽然稍待有少分之妙 注意 这个少分之妙 他就指的是指什么? 指的是同分妙见 跟别业妙见 这以后有因缘 我们会再详细说明 这个同分妙见 只是祸而已 但是这个别妙见 就是除了祸 再加上自己的业 所以说呢 实体虽然是带有少分之妙喔 但是他究竟的全体是真 究竟的全体就是说 阿赖也是这个四经 第八世的这个精明之体 他所依的本体 如来胀体啊 究竟全部是真 所以说阿赖也是 为什么可以舍是用根性 为什么可以转世成字 就是这样 是是用转的 不是用断媚的 知道没有 所以你假如一直想 我的妙世心不断 我要找一个方法 我要来断我的妙世心 我告诉你 你断妙世 你连气都断掉了 为什么 因为阿赖也是一步实在体 妙是你起心动念在妙 而不是阿赖也是的体在妙 阿赖也是只是稍待妙 那个妙离 他真心真心的体本来就在啊 所以徐佛哲 你不要错用心 不要错用心 有的人呢 只喜欢看啊 这个不管是哪一部的这个 这个经文 他们都是喜欢看那个白话的诠释 老师跟你讲 白话的诠释文啊 有时候会会令你产生很大的一个 一个模糊点 一个模糊点 而越是白话 老师跟你讲 越是会令你产生障碍 因为他所诠释的 他那个极其用白话文来诠释的 那个是他们个人的意见 他们是个人的想法 是不是个人的意见 个人的想法 你要是老师说 不喜欢啊 去在法义上面在剖析 不喜欢在法义上面啊 这个解析度 你要自己断除自己的个疼的话 你老是认为说你很精进啊 老是告诉你 其实 你怎么样 你被牵绊住了 你被你自己的懒惰的个疼所牵住了 所牵制住 知道没有 所以说要注意 你不只想要看白话文的诠释 去图书馆 去各部的 从你里面 你就去看白话文的 拿来看 对不对 白话文的都站在看 如果是这个 真正的 蓄入法义的 这些主师大 所诠释的 你都要怎么 改变一个圆 看 平林公老师 以前不是常常跟你们讲过吗 这个师父要云游之时 告诉这个小三明 叫他要精进 要日日 要探究这个大藏经 对不对 那么师父远游之后 三明 他的藏经课 他都有 师父回来的时候 都问了 就徒儿了 师父远游之时 是否有精进一大藏经 他这个小三明 有说 师父 徒儿 精进也 这样 师父就问 你怎么精进 我早也大藏经 晚也大藏经 他是怎样 他就都去七步 大藏经 大藏经 大藏经是不是这样 还是这样 保存到精进 我都放在那里 这个 一般说 藏经课 有没有 所保 所 尊敬 所供奉的 就是大藏经 对不对 早上起立 对不对 合掌 共振 保里 擦擦擦擦 有看到大藏经这三天 有没有 晚上 要看他 这个藏经课 时 对不对 是不是又一般 又有看到大藏经 所以 这个小徒儿 他没有说 梦义吗 教师 说我早也大藏经 晚也大藏经 有没有 他这是中间 露掉很多字而已 语中含有很多的玄机 听到没有 所以要注意 你现在精进 你现在在法医上的 剖析度 你真是下功夫 老师跟你讲 你一日一日 如此的精进 老师跟你说 你的精进 福不堂均 功不堂均 为什么 因为你内心里面的那个 隔疼 到底有多么的残遭 你自己不知道 所以有时候你在剖析度上面 解析度上面 你下功夫之后 自然而然 你会砍断那个隔疼 你会砍断那个隔疼 久而久之 你会说 为什么现在我看这个全世文 我看经文 好像我就知道后面要讲什么 对不对 不是你好像知道 你确实是知道 因为在婆西义理上 没有那么简单 老师相信 我们叫做诸位菩萨 都有这种感觉 当你真的要探究这个义理的时候 比方老师说 妙明之心 跟妙精明心 有没有 你老师说 差很多 那就差很多 是不是 就差很多了 是不是 所以说 我们现在再回来 有四经 我们称为第八世的精明之体 此体虽然带少分之旺 但是他究竟全体是真 因为他是依族来藏底为题 以众生的角度来讲 阿拉也是 就是真心 你不能够以为他是事 他是事 你就把他忽略他是旺 注意 为什么不能这么 这么样的这个错任呢 后面马上会讲到 例如 涅目所见的第二月 阿拉也是 就是像第二月一样 阿 其实他的全体是怎么样 是正月 就是他不离正月的 只是多了那么阴捏而已 阿 对不对 阿所以第二月跟第一月 没有两个月 其实因为第二月的产生 是因为你多了那个阴捏 那个阴捏的那个望 就是你放手全真 就是你放下你的执着 取舍分别 当下 那个就是忘事里 真心就在当下 他没离开阿 他没有离开阿 是不是 阿 所以说在众生现前的 这个设身当中阿 要舍齿第八世的精明之体 那么就无真可显咯 注意哦 在众生现前咯 现前的这个根生当中 那你舍齿第八世世经 就是死 第八世的精明之体 那就没有真可以来显 没有真可以来显 所以说阿那呢 在求所真心之后 我们世尊就是以十方显是见性 十方显静 就是说以十种的角度 来 普世 见性 就是在显齿 显齿什么 这个齿指是什么 这个显齿什么 显这一个世经 显这个精明之体 这样知道没 好 那么呢 阿那请以秀之后 所指的入门 也就是在指怎么样 还是不离这一个精明之体 这样知道没 好那现在你们再看 在一个世经 好你看这个第四行 你看那第四行 所显的这个见经 见经跟见性是同样的 他只是在 他只是在 见性就是在一丈性来讲 全是 见经跟见性 没有二体 你要注意 好 所显的见经者 就是显示出真本 那文日斯利菩萨 为什么独选耳根的文性呢 因为耳根的文性就是真本 有没有看到 好然后现在呢 因为没有棒 因为已经快下课了 所以老师没有办法一行一行 这样诠释 那这老师必须 要让你们回去 家里自己有一个连串 好注意 好 此皆是出自于如来的本意 就是如来的本怀 但是呢有人以为此处 此处就是说 第八义士的精明之体 就是成为世经 对不对 世经就是第八义士的精明之体 对不对 他原是一精明体 对不对 就是像第二月 只是多了那么一捏 那个放手即是正月 他的意思就是怎么样呢 有人会以为此处 见到他的名位为世经 便不敢认为第八义士的精明之体 是为真本 因为看到世经 他就说世经是稍待忘 我怎么可以把他认为他是真本 你错了 无意 你错认 对不对 你错觉 世尊的本怀 这个地方要注意 起不关圆明 是圆清静 是语欲 那么圆明 就是讲世经圆明 他的圆是妙明之心 对不对 世经圆是妙明之心 那出现在哪里啊 出现在哪里 出现在158月 158月 所以说老师先告诉你们 你回去之后 你就说 噢 不可以说看着世经 就是说他是妄事 他稍待妄 他不是真本 你错了 他这边马上跟你讲 物一 就是说 你不能够做此错误的断论 对不对 起不关圆明 圆明就是圆是妙明之心 世经圆是妙明之心 圆是清静之羽衣 有没有看到 圆是清静体 有没有 圆是清静体 这出现在哪里 在158月里面 你看2467 有没有 圆是清静体 然后再往左边一行 是不是妙明之心 本来就是妙明之心 这样知道吗 所以你今天 这个课上了之后 你就知道 噢 原来世经 原是一清明体 原来是妙明之心 原来就是真本 你不能够错认 我们的如来葬心是真本 阿赖也是 是因为无始无明的起心动力 一定忘 才有阿赖也是之存在 对不对 所以阿赖也是 只要离语 忘 那阿赖也是要怎么离语忘 那当然你要见死觉之治啊 你的死觉之治之起 为什么死觉之治 为什么不是属于因 而是属于果 为什么 刚才我们已经讲了 就是因为什么 死觉之治 他能够契入本觉理体 苏格和本格相弃之当下 那个时候 所有的三四六处自然而然消灭 自然而然消灭 所以说呢 你要自觉圆满 必须要用世尊的方法 世尊心性的本怀所开示的 你不要自己自创品牌 对不对 所以你的邪论一堆 歪理一堆 然后呢 怎么样 你扼杀众生的法身毁命 那个真是是罪过无量 一定要注意 所以你本身在探究这个义理的时候 尤其是下个礼拜 我们还有一个礼拜 你要注意 为什么称为能生诸元 既然能生诸元 为什么还有一个元首遗者 这八个字 下个礼拜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剖析清楚 这样知道没 好 那今天呢 我们就暂时探究到这一个区域 好 我们现在来回向请合掌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是从恩 下祭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西法菩提心 尽此以报身 同生极乐国 愿生西方净土中 上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物无身 花开见佛物无身 不退菩萨为伴侣 不退菩萨为伴侣 阿彼陀佛 大众请起立 五号 人员 明天 唯一 我 们 十分 来 置 感谢观看